上曝光了一则关于综艺 《我就是演员》第三季嘉宾阵容的消息 导师阵容新增46岁的周迅和41岁的张子怡 以及65岁的张国立 其中有以周迅、张子怡俩的加盟令人吃惊 毕竟如果网传消息为真的话 综艺《我就是演员》第三季将会迎来两大影后作证 如此导师阵容实在强大 除了导师阵容令人惊讶之外 知名歌手王菲菲和知名演员兼导演的王宝强 一同作为嘉宾演员成为该综艺的参算先手 这样的演员阵容也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王宝强成为参赛选手的消息更是让人大跌眼眶 网友们纷纷评论 王宝强确定不是导师吗 他们和王宝强是一个水平的吗 诸如此类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毕竟王宝强虽是演员出身 却知道了并出演了不少优秀影片 也难怪网友会对此消息感到疑惑 38岁的王宝强在2008年凭借电视剧《士兵突袭》 收获大批观众喜爱后 人气大爆成为国民度极高的演员 不久后转战电影业 出演喜剧电影《人在窘途》和《唐人街探案》 票房口碑双丰收成为百亿票房男演员排名第五 虽然不清楚此网传消息是真是假 也不知道周迅和张子怡两大影后为何会参加这类综艺 而王宝强又为何成为参赛选手而非节目导师 但小莱三人的精彩表现必然能够让观众眼前一亮 这也叫人对此综艺节目越发期待